1600新经济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日本央行昨天宣布调整值利率的曲线控制 导致日元是急剧的升值创下了七个月的新高 而日本央行转因是对全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要请主播舒涵带我们了解 好谢谢一文马上带大家来看到昨天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其实台股也跟着来跳水 我们来看到是十年期的公债值利率从0.25% 一口气调升到0.5% 这其实就是实质的宣布他们要升息了 所以我们看到日币昨天的一个走势 我们来看到本来原本这边是创下近25年的最佳换汇的甜蜜点只有0.175 但是昨天升到了0.2353 这是创下了七个月的一个新高 所以很多喜欢去日本的哈日族 现在就会想说当时换的钱可以换比较多 现在变成这样子我是不是少了很多 如果我们以十万的台币来去计算的话 在当初的这个甜蜜点0.2175的时候 其实你十万的台币可以换到的是大约四十五万九千多日元 但现在升到了0.2353之后 你只能够换到的是四十二万四千多日元 算下来足足你就少了三张的迪士尼门票 所以现在专家就表示如果你是旅游要换汇的话 那也许分批来换会比较稳固一点 那再来谈到就是日元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还有这个升息的一个紧缩的一个方式 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日本它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所以它这次升息就推升了全球借贷的成本 我们来看到会造成资金回流到日本 再来就是市场震荡股市下挫 昨天也反映给你看了所有亚洲股市都是全数收黑的 那再来看到就是避险也推高了日元的一个汇率 另外外汇交易员就表示现在日盈已经是走出了第一步 所以明年的日元对美元渴望可以重返到一百二十五打关的一个程度 而经济部统计处呢 昨天公布了十一月的外销订单金额是五百零一点四亿美元 年减百分之二十三点四陷入了连三黑 其中电子产品出口年减百分之十五点二 终结了连三三红 更多讯息交给舒翰 确实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相关的一个数据的走势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到的是外销订单 这是美元来自算十一月来到五百零一点四亿亿元 那这个呢年减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四是连三黑的一个情形 另外呢预估呢十二月的部分呢是落在四百七十到四百九十亿年减三成 再来是全年呢预估是年减百分之一点六到百分之一点九 恐怕已经守不住正成长了 而且我们来看到呢在电子产品的部分表现也是走跌的 直通讯产品呢其实已经跌幅来到了百分之三十点五 电子产品呢是百分之十五点二这是终结了连三十三红 而且创下的是十三年来最大的一个跌幅 再来就是光学器材的部分呢持续受到是面板现在供过于球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是走跌的跌幅达到了百分之四三百分之四十三 再来就是塑像胶类呢其实也都是走跌 另外看到的是基本的金属化学品还有机械的部分 也全部都是下挫的一个情形现在只剩下矿产品 勉强守住了正成长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看到统计处的处长就表示主要受到就是大陆封控 以及终端需求持续疲弱 所以现在客户呢还在整个来调整他们的库存的脚步 好来看看房价今年真的有比较低了吗 全台的新建案房价呢在第三季出现的是近一年来的首度松动 台北跌幅最大季减百分之十二点一 那么其他地方如何呢把时间给舒函 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台的这个房价可以分为北部跟南部 我们来看一下在北部地区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北市的部分是走跌的 那专家就表示因为台北的基期非常的高 一点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受到松动的影响 再加上大环境不佳的情况 很多资产阶级手中的银蛋有限了 所以呢现在呢房价虽然呢建商不愿意来持续的让利 但是呢可能未来呢很快的我们就会看到呢 北市开出了这个走跌修正的第一枪了 那再来我们就来看到在其他的这个南部地区 尤其是台中地区你也看到呢都是走跌的一个情况 其实台中的部分以往呢还是以投资主要 所以他的刚性需求其实是比较弱的 相较于你看啦这个桃园新竹啦还有新北的部分 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就业的刚性需求在这里 所以都是持续走升的 那再来就是在高雄跟台南的部分 其实现在价格也在走修正的一个局势 主要就是受到呢原本有台积电还有南科等等的议题 不过这些议题发酵其实相当有限 所以后续的动能好像还是不太足够 所以全台其实现在也是走一个下修的行情 那我们也看到呢专家就表示呢 这个议题下呢恐怕呢这个动能不足的话 所以呢这个价量上面恐怕就会迎来一个多杀多的格局了 那么除了财经讯息 如果你对娱乐资讯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您可以来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赖好友来掌握的是TVBS娱乐头条 让您娱乐的资讯不露接 以上是今天新经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